好 今天要補充 好 來 這個瑞德要補充 剛剛聽了高法醫他們這樣講 對不對 你看 其實最難分辨的 就是在警方還是檢察官 最難分辨的是生前落水 因為生前落水很複雜 到底是他殺自殺還是意外 那你很難分辨 這個故事其實很多人聽過 其實他是楊日松法醫的老師 叫葉昭曲博士 葉昭曲博士很早 他從日本時代跨橫掛 到國民政府時代 台灣第一位法醫 然後葉昭曲博士帶著 那楊日松是他的學生 所以他們那時候到哪裡去 現在的新北的老梅 在哪裡 三字再過去一點 那個地方讓老梅去驗屍 然後驗屍回來的時候 那麼他們的車子經過士林 那時候士林還有這個等於說 那時候不是捷運 那時候是火車 多喝評交道 噹噹噹噹下來的時候 負責評交道的那一個 其中一個那個柵欄的框架工 剛好跟一個鐵路警察講話 看到檢察官的那個車子對不對 趕快說檢察官 找你很久 因為那時候沒有什麼 無線電什麼東西的 他說有一個那麼屍體 那麼就在台北大橋附近 要趕快去 剛好驗屍 要請他去驗屍 他們就去了 不過當時事實上 他們在從老梅的車子 要上來的時候 車子裡面多了一個女人 就葉昭局 楊日松 然後跟那個檢察官 車上多了一個女人 三個人都彼此 就跟大家這樣子 眼睛做一個臉神就對了 你的妻子 大家都叫事實際 要對方的妻子 你知道嗎 因為敢坐在車子上面 當然是認識的 不然怎麼坐在那個地方 所以大家都沒講話 心照不宣 這個女孩子從老梅上車了 也說坐在他們的車子裡面 坐到剛剛講的那個 噹噹噹噹噹 市裡的那個平常道 然後人家不在教他們 然後大家下車 記得那天再上來 那女的不見了 女的不見以後 大家就覺得有點怪了 但是後來就在台北大橋附近 然後在驗屍 那時候都不認識而已 沒有什麼白布什麼 不認識 是一具女師 然後從她身上的證件 很快又找到她的同居人 同居人找到 他們去驗的時候 那麼就插球要蓋著 然後就看到一個男的 那個同居人在哭得這樣 一塌糊塗這樣 你為什麼就是仰不開這樣 稍微問一下到底怎麼回事 稍微問一下怎麼回事 就說完結他騎得倒壞 然後經過台北大橋的時候 兩個人完結 然後就在橋中間 然後就女的跳下來了 男的就把河停到 然後就勸勸勸 那個女的一轉身 就跳到下面的淡水河 好 這是男的講的 因為他哭得這樣 結果等到那個超級話掀開的時候 三個人全部愣住 為什麼 就是剛剛在車上的那個態度 好恐怖 本來喔 所以那個其實是 因為是葉招局先生 跟楊日聰先生講的 你知道嗎 我相信他們沒有必要 故意說一個靈異故事來嚇大家 這時候他們身上想的不是靈異 身上想的是會不會 這個案子是有問題的 在現場那個狀況下 你不會認為有問題 為什麼 因為沒有 就是沒有明顯的什麼外傷 他殺那個外傷嘛 他就是身前落水嘛 然後後來呢 因為這個案子 所以決定要解剖 一講到要解剖 這個就開始怪了 你知道嗎 那個同學人就變臉了 不要啦 不要 已經死了 你還要撩一遍 死一遍 放他 這個案子後來破了 是這個男的把他推下去了 你知道嗎 那當年那個環境裡面 在當年那個環境 可以用一些比較科學辦案的方式 那時候也不是什麼監視器 不是 開學辦案的方式 就是行求逼供的時代 你知道嗎 後來用一些方法 結果真的是這個難得 把他推下去了 所以為什麼 如果你 因為你把他推下去 跟他沒有傷心傷下去 對不對 然後如果在水裡面 泡了很久了以後 警方是要如何去想辦法 能夠破案 不是那麼容易的 我說真的 因為那個死體 後面整個都靜起來 浮腫什麼 整個都被他 所以他是 他是這個要回來報 就是訴說冤情 有時候很難講 因為我們現在的 怎麼說呢 我也遇過那種鐵漢 很厲害的 一個對侯友誼的 那時候除暴族對侯友誼 就是很壞 都在掃黑那種的 警官 現在我們台在我們台灣 一個高階警官 他就跟我講過一個故事 他也不用騙我 為什麼 他說他一輩子不信這些鬼神 因為通常抓壞的人都開槍 警匪槍戰 他說他那時候 在當刑事組長的時候 晚上七月的時候 然後在他的那個二樓 分局二樓 他刑事組長辦公室裡面 就在凍醒 他想說今天那麼冷氣 怎麼那麼冷 結果他醒來以後 眼角魚光這樣子 先開開以後 他的寢室裡面有一個女孩子 短頭髮 不是像我們說的 那種女鬼都是什麼長頭髮 沒有沒有 短頭髮 穿一個那個 穿一個那個運動 運動那個上衣跟那個運動褲 他就想說奇怪 為什麼會進來 你知道嗎 一直點點 看他對方要幹什麼 結果因為他記得 他這個睡覺的時候 是把他上鎖的 結果沒多久 他發現這個女孩子 靠近他的那個 等於說他上半身這裡 想要看你屁股 沒多久還發現這個女孩子 在那個床那邊坐下來 因為有心的那個味道 然後他就突然跳起來說 你在看什麼 人家不一樣 他在想 快想在喊人 我是在做夢 那做夢那時候 因為凌晨睡不著了 他就想說 剛剛到底怎麼回事 電話響 警用電話 想要值班那個刑警跟他 昨天我們轄區裡面 發生一個女孩子上吊 然後跟你報告一下 通知簡座 通知那個法醫來驗室 你心想說 既然這樣 不如去看看好了 通常這種狀況 通常他刑事組長 不會第一時間去 我講真的 他就想說去看看 就到了 到了以後 那麼進了那個門 那麼抬頭一刻抓一個 短頭髮 運動衣褲 他不是剛剛那個很像嗎 很像剛剛那個 你知道嗎 但不確定是不是 然後後來檢察官來了 那麼法醫來了 把他放下來鎖勾 吊在那裡 吊在那裡 然後更急的 更上那個現場有一封遺書 然後經過查證他那個 還是這個女孩子寫的 然後寫了以後就說 感情不睦 幹什麼又有糾紛 不想活了 然後就死 然後同居人 趕快在旁邊 靠他一塌糊塗 我們吵架而已 你幹嘛這樣做呢 幹嘛 檢察官來了 法醫來了 他本來想說 就通知叫人 就上吊嘛 結果他就把那個 那個高階警官就把那個 那個拉到旁邊 跟法醫說 他剛連成有這麼一段 有這麼一段 怪怪 我覺得怪怪的 你知道嗎 那法醫就跟檢察官說 檢察官就說 好吧 為了安全警戒 我們解剖一下 那個男的馬上變臉 不要啦 為什麼死了 還要給他留一次 這件案件破案 各位 是這個同居人殺的 你知道嗎 他把他惹死 把他吊上去 可是問題是 你的時間很累 你知道嗎 那為什麼會有那個遺書呢 那一封遺書 是之前吵架的時候 這個死者他寫的 我記得高法醫講過 寫遺書的人很少寫 一百零 一百一十年幾月幾號 你知道嗎 他不會寫日期 對 他不會寫日期 他就是寫說 他要交代什麼這樣而已 寫遺書的人不寫 很少寫日期 因為我一天要死 就死了 那天就是要死了 對 因為我都要死了 所以我沒辦法交代 所以他就 這個同居人竟然有心 就把這封遺書留著 等到那一天把他拿出來 你如果沒注意 就這樣被他騙 這位跟我講的 現任的台灣的高階警官 他不需要編一個 靈異故事來騙我